国内确诊数持续下降 21号本土新增11888例 上周监测病例仍是以BA.5占大宗 依需省在南分析 下周一可能是年底前唯一跌破万例的一天 因为BQ.1和XBB可能会掀起第三波疫情 曲线上扬的反转点会落在12月上旬到中旬 那假如说用时间来推论的话 台湾要BQ.1比较明显 应该是落在12月中左右 专家黄高冰也认为11月初 日本BQ.1出现一波流行 因为边境开放 日本台湾旅游往来密切 国内需要关注BQ.1病毒株 前面不管有自然感染 还是有打BA.5的疫苗 对于BQ.1效果就变得很差 之前看起来BQ.1这个系列是最危险的 在很多地方都在增加 周合一选举将在周六登场 周一体确诊者无法出门投票 前机管局副局长石文一认为 黑数势必大增 国内确诊超过三个月 又未接种次世代疫苗的高危险族群 最好不要投票 以免一票投给阎罗王 政府应针对呼吸道症状者 设立防疫专区投票 石文也建议重症高危险群 出门投票时减少接触人群 投完后赶快回家 按照通报的数字来看 事实上应该是两倍到三倍 不管你自己有没有感染 你去投票的时候都把口罩戴好 然后尽量不要跟人家交团 另外指挥中心日前透露 预计11月底第一阶段放宽口罩令 但专家黄高病认为 全面取消口罩令要等到明年三月 整个流感季过了 比较好不建议太快撤除口罩令 避免疫情又有变数 记者陈时链成家论台北采访报道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